刘连当头,我是威尔 今天刚才我是邱吉 是,回来我们看看一下国内的一些新闻了 那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行动党的消息 那首先就要看到民主行动党的全国领袖 就是国会领袖啊 还有郑林珊的国会议员林吉祥先生 他就说了 希望联盟应该和前首相敦马哈迪 还有土著团结党合作 土著团结党是谁的呢 就是敦马的这个政党 然后成立更强大的反对党联盟 推翻国阵还有首相达斯利纳吉 确保不会有第二个纳吉的出现 我看到这一番话过 我脑中有一个想法闪过 就是只要不是纳吉出现 马哈迪出现可以,没问题 是这样的意思吗 这个是只要你哪一个是执政党 那你就不要再出现 最好是永远不要再出现 他没这个意思 他说只要确保不会有第二个纳吉 但是他没说确保不会有第二个马哈迪 其实现在人家都要跟马哈迪合作 之前的马哈迪种种做的事情 以前他不是有 一笔勾销 一笔勾销了 现在只要马哈迪我跟他是在同一阵线上的 所以马哈迪是可以再有第二个的 比起纳吉的话 马哈迪来得更好 所以我更就是说行动党更宁愿有一个马哈迪 好过有两个纳吉 其实他这番言论哦 我不可以把它诠释为 他相信马哈迪多过相信这个西连 其他合作的政党 就是觉得说这个西连已经是靠不住了 我们如果要如何让自己更强大 就是我们一定要跟马哈迪合作 不错 这个想法 我也是觉得好像 你这样说一下 确实也有这样子的感觉上 有这样子的感觉 他可能也觉得说 哎呀 我们希望联盟也希望也不大了 对啊 你看这个安华一进去过后 就没有一个领袖 感觉就没有一个领袖了 就没有一个代理 是会不会他看不起网阿基扎 我不知道 这个我不敢说 但是确实你说的这个 就是可能还有一点点意思在啊 就是说 是不是希望联盟呢 已经没有太大的这个胜算 如果在下一届大选 就没有办法有太大的一个突破 那如果想要突破呢 就要跟马哈迪合作 那敦马就有不同的这个力量了 因为他带领这个投注团结党 他认为说应该可以把巫统拉下来 或者把纳吉拉下来的 也许他的想法是这样子 但是你看啊 就是之前的这个林冠英啊 就在一些论坛上就就问了 这个安美嘉 干嘛你要跟马哈迪合作 结果这个安美嘉就呛回林吉祥了 呃就呛回林冠英了 说林吉祥都能够和马哈迪合作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 然后林吉祥就慢慢就这样子说了 哦其实他们两个人没有吵啦 只是好朋友而已 太熟了所以讲话比较直接 是然后他说他也问安美嘉 就是说问安比嘎说 呃对方也说哦没有吵架啦 只是讨论时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两个人依然是朋友 但是我倒想问 如果说呃没有没有吵架的话 那其实这番话说出来有什么意义 就是说呃呃就问 就这个林冠英问安美嘉 为什么要跟马哈迪合作 然后安美嘉又因为他 说你看你你老豆也是跟 你老爸也跟敦马合作 我跟敦马合作什么问题 现在重点是在于 其实他们整个希望联盟 他们想干什么 他们想要什么东西 其实在想要不要跟敦马合作 不是他们想要的其实很简单 就是要希望可以执政 这是第一个 但是呢这个希望好像就把它拉得更低了 现在不是执政 要把马要把纳吉拉下来就可以了 嗯 但是把纳吉拉下来 就是靠敦马就行了吗 呃我其实个人看法是他还没有 就算他们的所有政党加起来 都没有那个势力啊 都没有那个都没有那个力量 毕竟你是反对党 然后你我相信能做的 也没有像执政党能做这么多 如果你以整个整个局势这么看来的话 就是你一些比较可能我们的国家 比较稍微比较赚钱 没有赚了那么多的一个一个群体 或者是可能这些土著这方面 你看国阵就是有那个财力 去帮助去给这些人救济他们 嗯 然后就趁这个时候的时候 这些人就会觉得 哦你看执政党有做这些 有做这些 有做这些 但是呢相反的反对党 反对党可能就是 在于这个选举区间 只能就是说 炒课题 而且一直是冷放热炒 冷放热炒 冷放热炒 我相信这个马哈迪 就算他们合作 也是在炒一样的东西 所以这个 我老实说有一点不太确定 敦马的影响力到现在 究竟还有多大 然后为什么就是明年方面 就一直抢着希望可以跟他们合作 会不会这又是一种假象 或者是只是一个虚幻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 就像当时行动党跟伊斯兰党合作 然后过后呢就撕破脸了 那现在我假设 他们真的可以跟敦马合作 跟这个土土团队党合作 但这层关系可以维持多久 会不会到时就翻脸不认人 大家就互抢对方去了 很有可能啊 我觉得行动党特别爱干这种事 但他们也爱干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要出书 对啊 这个行动党的这个林冠英就说 这个行动党能够走到今天 就全靠的是党员坚持的精神 所以党员就是 这个党最宝贵的资产 所以呢 这个 行动党呢就出书了 就是他有出席这个 他的这个出书礼 就是飞腾五十年 宾州民主行动党半世纪的争斗旅程 所以老实说行动党出书 我觉得没什么奇怪啦 因为是之前也是有一些 过去行动党都有一些人在出书的 然后甚至最近好像是漫画都有呢 是画林冠英的这个漫画 而且他们出书 其实行动党在过去呢 确实他们有奋斗了好长一个时间了 确实是值得关注的 他们整个党的发展历史 还有他们领袖啊 还有在整个政治斗争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很精彩的这些故事 确实可以写下来的 但是这个出书呢 是如果站在另外敌对政党 看起来可能就另外一种说法了 比如想像 这个 张胜文 对张胜文 这一部副部长啊 也是马华的这个 他领袖啊 他就他就说 火箭确实啊 可以出书啊 甚至可以把这个书编起来 是应该很好看的 但是他说的并不是他们斗争 而是说 这个行动党可笑的一些言论 比如说 他就举一个例子啊 像这个深州行动党 主席陆道夫 在505大选时说了 这个不偷不抢 何须害怕异刑罚 还有上届大选 深州有十一支火箭升空 原本是想把大家带到月亮 庆幸的是 伊斯兰党在深州不够强大 所以才无法成心 就是说 就是这种口水战啊 我觉得一路来都有的 只是觉得挺好笑啊 行动党说要出书 然后张胜文这边就说 是啊 我们应该帮行动党编一本书 然后把他们的 所有的这些可笑 无厘头的言论呢 把它记载在历史里头 世世代代子孙都能够 见识行动党发表可笑的谈话 不过马华呢 确实是把行动党 看成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敌人 然后因为这个张胜文也是有说嘛 马华真正的敌人呢 除了这个从明年演变出来的 西连以外呢 还有长期一马华 对着干的行动党 但往往行动党呢 都是靠着口水战 还有网络战取胜 我在想行动党 要怎么对这番话对号入座 如果说真的 马华最大的 这个政敌呢 是行动党的话 同样的 也许行动党最大政敌 不一定是马华 但是马华最大政敌 是行动党的话 我们这样子来看 马华的这个 继承支持者 是什么主权呢 华人 那既然如果是 能够强调他们华人票的 是行动党的话 那自然行动党也会给人家觉得说 华人都会支持行动党 明白我说什么 换句话说就是行动党 当然他们也没有否定说 他们是获得很大票的华人支持 才有今天的这个成就的 只是这也是对行动党来说 是一个不利的现象 因为行动党一直想打破 一直想打破这个 单元政党的一个形象 但是对马华来说 行动党就是他们的一个政敌 如果这个事实 这个现实 政治现实没有办法改变的话 那无论行动党 做了再多的这个努力 我觉得也是浪费 没有办法真正改变人家 对他的这个影响 很难吧 其实我觉得 因为主要来讲的话 我们也可以看到公正党 就是混合的嘛 就是华人和马人 主要是打混合去的 那这个一党的都已经跟他们闹翻了 那就是买票都是成兴党 那华人的话就是这个行动党 而且华人的这些领袖 很多都是华人 也很自然而然 就把他联想成是一个华人的政党 所以哦 这个也是行动党的一个困局啊 他要怎么突破呢 我觉得是挺困难的啊 然后又谈到之前有这个选区划分的这个事件呢 我看到有一则新闻 他有提到这个 这有一句话是说公正党的副主席拉菲兹 他在出席这个行动党五十周年的 这个 哎不是五十周年 是吗 对五十周年晚宴 里面也是谈到要权力动员啊 支持林冠英啊 和冠英同在这样子一个活动 然后他在这边有提到一个东西啊 他说就算重划选区出现更多马来选民为主的一个选区呢 国阵不一定能获胜 因为马来选民呢 未必铁定支持国阵 好 如果冲着他这番话来看的话 那其实这个选举五员会可以马上就通过了 可以定案了吧 大家都不用吵了 反正他就不一定赢啊 对吧 出现即使马来选区更多 但是国阵不一定能获胜啊 因为现在他们有信心说马来选民未必铁定支持国阵 如果拉斐兹这番说话真的是有信心的话 那么有信心的话 那公正党就 我就说公正党啊 我也不说行动党 跟行动党没关系 对啊 这是拉斐兹是公正党的吗 公正党 那个什么 诚信党 诚信党 还有诚信党 大家都不用对选区划分 有任何的意见就可以了 会吗 可以吗 不可以啊 所以那时候这个话有什么意思呢 又是一个没有意义的 打自己的信心票了吧 对吧 可能是吧 那我们再来看看呢 就是这个全民英语教学 这种做法 我们之前就是有一些人士 他们有曾经提出过这样子的概念 要把英文作为媒介语 来作为一个单元流的教育系统 这样子是不是可以团结国民呢 因为单元流教育我们一般想到的可能就是以马来文为主 但是想象一下如果把它改成是英文的话 是不是可以解决掉社会分歧的这个问题 也许不见得是 因为有些方 比如讲像行动方略联盟 他们就认为说是没有办法 应该不是说他们是提出这样子一个体制 但是可能有些人不认为说这个可以 我个人的看法啦 如果是把英文的当成是媒介语来讲的话 我不确定他可不可以让这个国家更团结 但是我觉得是可以跟世界皆亏 跟世界皆亏 马来文不可以吗 马来文不是国际语言啊 马来文是其中一个第六还是第七大所使用的这个语言 马来文在全球 但是我我的看法是因为其实就是我读国中嘛 那我国中升上来的读大学 我国中是一个全国语教学的 虽然是用英文教学 虽然我们的科学跟这个数学是英文教学 是英文 就是这个那时候的教育政策是用英文的嘛 但是我的老师不会用英文教学 只会用马来话教学 所以它是用马来话来教英文的东西 那怎么办 很混乱啊 那考试的时候呢 考试的时候就是你可以写过语 但是只是你可以写马来文 你这样的话会让人觉得是 你对马来人来讲有点偏棒啊 因为你要想 就是马来人用自己的语言去写那个考题 它是OK的 可是我们华人印度人怎么说呢 不能这么说啊 马来语是国语啊 你作为马来西亚公民 你会国语 你一定要会国语 你要掌握得好啊 你要掌握得好 但不是每个华人或印度人都掌握得好 所以这个是政策的问题还是自己的问题呢 这是政策跟自己都有问题 怎么说呢 因为一个政策里面它要你 比如一个国家 它的国语就是这个语言 那如果你身为这个国民 你不会这个国语的话 那怎么说是政策的问题呢 政策没有理由告诉你说 你可以不用学国语 你可以学其他的 但是你要知道每个人的学习能力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的 每个种族他们的 每个人不要讲种族 每个人的学习能力是不一样的 可能有些人他们可以cash到 他们真的是可以去学到 但是有些人他们真的是做不到 他们没有办法去掌握这么多的语言那些 那以一个公平性的来讲的话 你看马来人在家里 都是自己一直在讲的语言 我们华人的话很自然 至少我们的华文我们都会写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刚才提到公平性或者是这个 不是每个人学习能力一样 大家掌握不了那么多语言 好了 那如果把它变成单元流 就只学一个语言 从小开始就学一个语言 然后从这时候开始 以后都不会再有这些多元流的这个教育了 就是只是一个语言 那假设这个语言是马来文 就是国语 就是国语 那你从小开始 你被逼只学一个语言 你没有中文 你没有英文了 你就学这个语言 搞不好还比较团结 搞不好还比较团结 就好像印尼那样 那以后你长大过后 你就只会这个语言 那你的孩子 你的家庭就只讲一个语言了吧 你没有理由讲你这个国语不好吧 对不对 那接下去就没有问题了吧 就大家都可以用同一个语言来沟通了 可以吗 愿意接受吗 不可以接受 为什么不可以接受 没有啦 就主要是你还是可以说你自己的语言 但是我觉得是 这个全民的英语教学呢 其实对于 对于自己本身未来的前途来讲 会比较有帮助 比起你如果用国语 用马来华的话 因为毕竟你做那些生意啊 还是什么 你要沟通那些 或者是你去上实力大学那些等等都好呢 你要去做生意都好 你要去跟别人沟通都好 用英文 还是一个国际性的语言 你一个马来华虽然讲 你是国际排第六第七名 但是你是第六第七啊 你还有二三四五啊 那我们这样子来看啊 就是 其实马来华虽然有很多外劳 你看今天新闻是移民局 也就是总监谈到说 非法外劳 是占据过多的职场位置的 换句话说 其实在马来华虽然有很多这个 职位或者是一些工作 是给这些外劳顶替的 好 你觉得这些外劳说英语说的好 还是说什么语言说的好 当地语言 他们自己的语言说的好吗 对吧 是他们需要哪个国家的工作的话 或者是在哪一间 Hog Center工作的话 就是这些小贩东西工作的话 他们的那个语言就好 对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 这些外劳呢 来这边呢 主要学习 比如讲 他们可以学广东话 他们可以学话语 可以学马来文 但是他们英文都不太行 偏偏就是广东话 中文或者是马来文 都说的还不错 这证明了一个现象 在马来西亚里头有 如果一般你去到 这些有外劳工作的 这个茶档 什么都好 你不会用英文 跟他点餐的 除非他是在 那些餐厅工作 如果不是餐厅工作的 那一般上普遍上 你要嘛用马来话 跟他点餐 你一看到他 你就想到直接 是跟他谈马来话 对不对 对 很直接的这个反应 所以这会不会也说明了 其实就是 其实在 你看如果说我们要学这个东西 但人家来到我们这边 也要学我们的这个国家国语 那人家怎么看这个马来文 他就把它当成是我们的国语 就对国外人来看 他就是过来 然后就在讲我们的话 就要学这个 就好像我们如果是去到法国的话 我们就要去说法国话 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的马来西亚移民 要去说法国话 是一样的道理 但是呢 我们可以用到马来话吗 如果我们在法国的话 就是这是入乡随俗嘛 这个话我们又是 另外一种程度来讲的话 又是入乡随俗了嘛 这些外国 这些外老来我们的话 就要入乡随俗 然后就是说我们的话 如果说是 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 那全球就只有英语可以用了 也没有只有英语可以用 是大家都会用英语啊 是大家都会用英语 不是只有英语可以用 那如果是这样子 为什么就不 你刚才说 我还是有一个纠结点 是在于说 你说不是每个人 学习能力一样 学不能够太多语言 那就干脆一个语言就算了 不是不能学习太多语言 而是就是 如果你要以马来话教学的话 如果为了更美好的未来的话 马来话教学也是可以 马来话 当然你国语一定要上 华语也要上 英文课也要上 那有很多啊 只是为什么科学跟 科学 我说的只是科学跟数学 为什么就不能用英语来教学呢 那为什么不可以用马来语教学呢 多复杂你知道吗 真的很辛苦耶 超难上的真的 就是因为 就是一些人对语言的掌握能力不强 所以还是回到你的问题点上 不是每个人对语言能力掌握那么强 我觉得是你语言课的话 那你就上语言课 那你不是好咯 你身为一个马来西亚公民 你又可以上国语课 就是马来语课 你又可以上华语课 你可以上英文课 多么多的这些语言课 就是所谓的语言课 但是数学跟科学这一方面的话来讲 以公平性来讲 不是应该以英文来教学吗 如何看到以英文是以公平呢 就大家的语言啊 大家学习能力掌握都是一样的啊 因为你不是英国人 你不是法国人啊 怎么是 我是觉得这个不是所谓的公平的角度了 而是以一个你习惯或者是你熟悉 你觉得哪一个语言是让你舒服的这个习惯 你说用英文教学对马来人来讲 搞不好他觉得不舒服啊 那就对他讲是不公平了 对不对 所以他不是在公平的一个角度上 而是在于一个需求的角度 我觉得是一个需求的角度 或者他应用的一个角度 所以如果是能够让你比较舒服的 你觉得容易接受的 我觉得那是最好的 那当然去看那个国家的需求是什么